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在台湾这个到了傍晚 时刻最受欢迎的 不是一蕾四 不是这个咸酥鸡的摊 就是我手上这个小吃店 跟热炒店 尤其百元热炒 真的是香烹烹 可是你会发现 大多数的菜单 你看真的是越炒越香越好吃 可是多数的烹調 要嘛就是高油 要嘛就是过油 要嘛就不硬不一定 维持着这一个 比较健康的调味 那待会这节健康好生活 要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健康做热炒 健康自己炒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嘉义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行梅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急诊室的医生好朋友 魏志伟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副产科的医生好朋友 黄兴慧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芳老师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黄景龙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刘医师 我刚刚讲傍晚时刻 全台湾最受欢迎的要嘛是夜市 要嘛是咸酥鸡摊 要嘛是热炒店 而且这种热炒店 常常把桌椅摆到这个走廊上 有些时候你本来没有觉得很香 没有觉得很好吃的 你一路过就被那个香味吸引 那热炒真的是很迷人 不过大多数的热炒店 这个你会发现任何的这个餐点上来之后 你吃着吃着很香很耍嘴 但是盘底统统都是一层油 我们自己一直有聚会 偶尔会以前年轻时真会跑到热炒店 有时候当然便宜嘛 对 一小盘有时候还有酒酒 然后什么一大堆 那当我们知道油烟糖太多 又经过一些不适当高温的烹调来讲的话 确实是对一些食材本身会伤 而且油品会变不好 那基本上我真的是碰到有个case很妙 因为他就刚好他们家隔壁开这种 所谓的百元快炒 那因为他是自己一个单身 那他在这个 就是我们在一个工程师 那边在中哥上班 他说其实他就很简单 他就每次下班到隔壁去点三个菜 炒一炒吃 他觉得方便 他觉得有时候 这个一百元快炒 不可能说很少 对不对 他一定是一盘 所以他的要点三个 然后就把它吃掉 那很少点蔬菜 那是因为他来找我们调生 也是因为最主要是 他在公司的健檢 他红字很多 所以红字就是说 他的报告又是脂肪肝 他从三年前的时候 从轻度到后来给我看 这变成重度脂肪肝 那胆误性又高 三三肝肝一般一百五 就他高到大概三百五 很高 重要是他的这个 里面的胜功能 有点麻烦 胜功能我们讲 这个叫胜四球过滤率 其实一般我们希望 六十以上是九十以上 他来找我们看已经到四十六 然后他的积酸感也不好 所以他后来给我们看了半天 我说你饮食不对 我们来帮他做整个 一些全身的检测 发现 因为他平常真的是 蔬菜吃得少 他跟我讲说 其实我偶尔 一礼拜去吃那个时候 我会点一道蔬菜 我说太少了 真的不够 那后来我们给他 这个饮食喂一下之后 因为我们刚刚讲 他里面油这么多 而且还有盐 还有酱油下去 其实烹掉出来之后 那个钠离子非常高 那还有他高血压的问题 那他后来是经我们建议之后 他改变饮食 那我说那也要不然 他说他实在很不方便 去那个这个自己煮 那我说那你去 那你真的要这样的话 第一个 你就点一到两道蔬菜 你蔬菜真的要多吃一点点 你肉可能就要挑一份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说 你要不然就把它弄完 你可能隔天当便当 你不要一餐三道菜 全部吃完 因为他一个人 他说这样的话 八道有腰 我说那也没办法 你不要整个把这个全部吃掉 那还有我刚刚林湾讲重点 油要立掉 他把油尽量弄掉 他后来发现他吃一餐 然后他把它prepare下一个的便当 然后部分的面 部分的这个米饭 然后把这个肉分开菜多一点点 他这样后来我们再多喝水 大概在三个月之后 他的剩四求过力又开始改善了 他的血压又比较正常了 然后他的这个 我们的鸡酸肝也是有 有比较OK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种的快炒 其实要特别小 你就是调味料高 简单讲下去之后 你不需要吃这么多油盐糖 因为下去之后 身体负担很重 所以我还请他 还是要注意他里面隐藏的陷阱 而且问一下新门医生 百元热炒店 除了热炒大多数的烹调料理 可能高油高盐 那这个高酱料之外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冷盘 冷盘通常都是海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冷盘上面 通常都淋一大堆美乃滋 就是任何海鲜 加上美乃滋都非常的甜 对 美乃滋当它是另一个议题 就很多美乃滋 其实是弄一些人工添加的东西去做 所以你其实不知道吃到的 到底是美乃滋 还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吃到什么东西 这个要特别的小心 但是我要特别提一下 我们通常在吃冷盘的时候 通常因为它凉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新鲜或不新鲜 因为都已经被煮过 而且已经都放凉了 这个其实要特别的小心 之前就有个妇人 四十几岁 那这个妇人呢 她是突然有一天 两只脚发红 甚至右脚长得很大很大的水泡 她觉得非常奇怪 所以送到急诊室 后来急诊室判断 这个是所谓海洋胡郡感染 造成的坏食肌膜炎 所以紧急开了七次清床 住了两个月 这个病人才出院 后来就问说 你是有去海边散步什么 因为通常海洋胡郡的感染 最常见的是 我们在 可能在走在海边的时候 被一些这个海洋胡郡 带源的东西给刮伤了皮 所以趁着这个破皮的地方 病毒流进去以后 造成了一个全面性的感染 他问他说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伤口 他说没有 想了半天 最后他只想到了 他在有一次去吃餐厅的时候 吃了一盘海鲜的冷盘 那可能疑似这盘海鲜冷盘 不新鲜 然后再加上第二件事情 其实这个病人 有慢性的吸肝代源 其实我们在有几种 特别状态的时候 你在吃东西 一定记得吃熟食 比如说免疫力低下的人 有些人是得到像 这个艾滋病 他这个免疫力 已经很明显的低下 再来慢性肝炎的人 其实很多免疫力是低下 再来是慢性糖尿病的人 这三种人 他本身免疫力低 假设在吃到熟食 或不新鲜的食物 很容易这个细菌 会造成全身性的感染 那不要小看海洋护讯的感染 刚刚我跟那个急诊室医师 魏医师 我们俩在那个化妆间聊天的时候 他说他们有看到是送进来 清创都来不及 人就直接离开 就直接过世 这么夸张 对因为坏死性筋膜炎 他的死亡率是相当高 甚至高过一半以上 如果你没有紧急处理的话 而且时间是很短的 对他的进展非常快 他除了局部感染以外 他随着肌肉的积膜 他的蔓延是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 所以来的时候很有可能 他前一刻可能血压还好 之后就开始酸血症 就休克了 那就有点点像败血症一样啊 对 就是说他的恶化的速度 非常的快速 对 所以就是我讲的 假设免疫力 你直到自己低的 就不要去医生释法 那生鲜类通常医生都会提醒 但是冷盘类 通常医生会忽略掉 病人自己也会忽略掉 对 所以我会建议 假设你再去吃这种热炒店 看到冷盘 你本身有这样的体质的人 就尽量少碰为妙 真的 冷盘一定要新鲜 那接下来 阿方老师就要分享一个健康热炒 热炒店据说 点菜第一名叫铁板牛肉 对 这个是我们制作人点的 是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很多酱 而且通常去 有时候是上班族 他喜欢乖乖 然后刚好 就是这两个字 就是那个酱 所以店家还刻意会把酱再多做一点 那我觉得在 不管怎么样是给店家看到 他可以往健康的概念走 或在家里面 妈妈想要在家自己来快炒100的话 你就稍微调整一下 第一个可能可以借用蔬食的部分 来增加膳食纤维 还有在挑选的时候 可以选比较脆口的蔬菜 那把它垫在盘底 那便能把你炒好的酱汁 就直接淋上去 你的这个菜底就不要味道 那基本上它可以把那个油隔绝掉 然后再来就是辛香料 你说走过去香不香 香 为什么 妈妈在家炒菜舍不得 就是那个辛香料舍不得用 用一手 你要用你就跟那师傅一样用很多 增加辛香料 自然菜会香 然后调味料 我们尽量去把它稀释 它的口味 这样子就可以平衡回来 一样可以快炒100 因为辛香料 它毕竟是天然的食材 那你的酱料 比方说什么沙茶酱油 都可以用得少 那如果不吃牛肉的 其实今天一模样的 就可以炒成猪肉丝也可以 对 我们用炒的部分 你可以用你的制作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像我会打了一点点的葱姜水 在这个我们的牛肉里面 那这样子我们有增加它的水分 我们在炒的时候 等会它就算熟了 比较不会那么硬 然后我在里面 放了一点点的香油 还有一点点微量的一个酱油 但是我们呢 让这些这个葱姜水 吃进来之后 我们再来挂一点点薄薄的粉 那这个薄薄的粉 也可以帮助妈妈在家里面 自己做快炒肉类 稍微的比较嫩口一点点 那不要多 先打葱姜水 对 然后薄薄的粉 这个是太白粉吗 对 太白粉一点点 然后最后再裹上粉 就这样一点点的粉料 这样子把它弄上来就可以 再来就是一个酱 炒酱 我觉得这也是在做快炒的时候 在家里面 妈妈你想要复制 你不要七手八角 你就是把所有的调味料 把它先调好 像我这边有一汤匙多的这个酱油 再放一汤匙的沙茶酱 好 我觉得热炒店都是这样 再来一点点的胡椒 葱姜蒜辣椒酱油 沙茶 然后炒任何东西百搭 对 那妈妈在家里面用的是白胡椒多 可是你可以发现我今天用的就是黑胡椒粒 然后放一点酒 好 我懂 因为家庭主腹手脚没那么快 你先调好 你待会下锅的时候更快 对 然后我们要让它就是一点点 所以薄薄的粉汁 好 薄薄的太白粉 那待会酱料就会收跟挂上去 它就会有一点点的浓 然后微微的浓度 这样子它的口感稍微会好一点 但是你可以发现它基本上就是很干单 对 那我的蔬菜我借由锅子里面一点点的油 然后我要把那个辛香料的部分做出来 这个辛香料是我要起锅的这个 就是垫底的蔬菜 所以先爆我们的葱 因为待会要垫底 而且你会发现我今天两种葱 对 我一个要炒牛肉 等会要有口感膳食纤维 我的葱个头切得稍微大一点 对 可是我现在要爆出它的一个香味 让我的垫盘的这个垫底的蔬菜 是有香味 所以我的葱花就切得细一点 对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豆芽 好 因为酱料是重口味的 那豆芽是水分跟膳食纤维很高的 对 就把它放进来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不用多 对 我们的水量基本上差不多两汤匙到三汤匙 好 一点点的水够产生水蒸气 好 就有一点点水蒸槽 对 就这样子水蒸槽 然后它大概两三分钟就OK了 好 然后这边同时锅子也热了 空锅先让它热 然后放一点点的油 我们准备来炒这个牛肉 好 方老师 刚刚那一盘那个豆芽 真的比一般热炒店多很多 对 豆芽这么便宜 热炒店快炒店 常常盘底都是洋葱或者豆芽 对 但是通常膳食纤维都不够 对 我们的肉丝下去就是要快速的让它拌炒 对 传统的热炒店在这个工序都是直接过油 对 那我们因为没有过油要用比较少的油 所以那一个热度跟快速的速度也是要做到 对所以就是要空锅热 然后空锅热了你的油不一定要绝对的热 对 就可以跟着这个锅子 让肉可以快速的好像炒到你的锅子 就好比是到遇到铁板的这个感受度 有一些长期慢性的关节痛的时候 你不妨多吃一点辣椒或者是姜这一类的东西 它其实都有一点降发炎跟降这个 我们说过度疼痛的感受的问题 快炒热或者一些不好的物质加上酒精 可以跟乙醛的代谢出问题 跟客人乱喝的酒就吐 送到院去 把它顺便做个切片 然后大概五成熟了 我们旁边剥一个位置 对 在家里面 你妈妈可以用平底锅来帮助你做快炒 其实很顺手 才开始把我们要做的这一个清香料 好 比如说我的蒜末 我的姜丝 我的辣椒 然后我们前面 放的是洋葱 对 这几个都是必备的 这几个这样子来炒 比方说花枝 然后这边再翻锅一下 都很OK 对 这个时候其实香料让它到位 然后肉要让它熟 对 所以其实口感要让它做到位 那个洋葱也是把它切丝 搭起来吃起来的时候洋葱也是有水分 也平衡一点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 开始看到牛肉在渐熟了 就微微一点点的生 然后刚好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们原子打的这个葱姜水 它其实只要你锅热 它是不会回胜出来的 而且刚刚那一点点少量的菜白粉也很重要 对 它就裹住它让它降低水分的流失 对 好 然后同时现在我已经闻到豆芽的香味 我就直接 你可以看到我火要关了 然后它就留一点气保温在里面 好 然后我们快熟了 快炒一百 老师如果人家做铁板豆腐也是这样的酱料 其实大概概念 大概的配料 然后只是说铁板豆腐可能那个豆腐把它煎香 再去加酱料 我觉得这好下饭 对 然后再来有水分的番茄 番茄最后只能稍微热一下 我要保有它 番茄的水分是在它自己的国体里面 我们吃到的时候 吃到那个遇到热微微软化的番茄 然后你就会有那个酸酸的口味 对 然后对盐分的感受也会比较高 好啦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快炒一百 现在 你真的是快炒 我现在就 真的 把它们组合起来 基本上就可以上菜 我觉得所以为什么 很快啊 如果po妈妈不吃牛肉 换成猪肉丝丝 这个也是快炒上菜啊 对 厉害厉害 可是它跟快炒不一样的地方是 通常你看那个铁板 但快炒它的那个洋葱会放超多 肉只有两条 它就是刚好倒过来 肉超多洋葱的比例比较少 可是因为我们老师准备了很多 是要给大家都够的 豆芽菜 对 然后豆芽菜 然后我今天其实肉是炒了两份 这个应该快炒两百 两百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我偶尔其实会吃快炒 所以我每次要带老婆小孩去吃的时候 我都说我们今天要来吃刺激的 因为每次去吃完一定是喝非常多的水 因为它要好吃 常常就是它的调味料要口味非常非常的重 没想到我吃到阿榜今天这个料理 它的好吃度 不仅是远远胜过快炒 它也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咸或有 可是它的味道层次变化居然还是非常的多 我想关键应该还是刚刚说的番茄 对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调味料不用那么咸 你又可以增加它的层次 大家在吃快炒都还需要一个口味就是酒精 我们在急诊是常常就是遇到在快炒天吃了之后 有一点点酒精作祟就送来急诊 那之前其实分享过很多 酒精会造成急性的胃炎 或者是急性的胰胀炎 这边就不要再赘述了 我们遇到的还有一个最麻烦的状况就是 你几杯黄汤下肚之后 你的意识就不受控制 对我曾经遇过一桌人 他们其实就是尾牙 那大家就是聚会在喝酒一座兄弟这样子 那喝喝喝到酒汗而热 大哥忽然脾气忽然就来了 开始翻人家的桌 然后开始打骂小弟 那一开始大家想说他为什么忽然生气 后来有一个人就说这我知道他中邪 所以他现场就想帮他大哥 缓解现在的精神错乱的状况 结果他自己也开始就是发疯 然后开始也跟着大哥一样 打小弟翻人家的厂子 两个人就开始作乱了这样 其实这个专有名词叫做发酒疯 没有他们想那么严重 那后来店家就叫119 把他送来急诊室 因为24小时不休息就是急诊 酒精开始在作用的时候 其实你一开始你的大脑是会过度的亢奋 那甚至他会让你在四周的专注力会 对然后专注力也会下降 所以你大概只会斟酌于眼前的事情 然后意识也无法完全无法控制 那其实这是一种精神状态 而且卫师讲的对 这种热炒店很多男生 因为吃这个重口味 他当作下酒菜 他会喝大量的酒 那如果啤酒的话 酒精浓度低一点 可能还不见得那么恶劣 但是如果喝高粱了 这样一直喝 所以这个发酒疯 或者是酒醉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很高 我们在健身的常见 真的 那也问一下黄医师 刚刚讲你们妇产科医生 有的时候遇到的某一些妇科疾病 也跟病人的饮食还有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当然因为我们台湾就是小吃多 然后另外一个多的就是饮料店 饮料店就是在路上随便走都可以遇得到 那为什么会提到饮料店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遇到一个病人 他其实进来的时候 他我上面显示他是22岁 就竟然是个阿嬷 我想说阿嬷 他就说他是来帮他的孙女拿药 他要拿避孕药 我说是哦 为什么22岁要吃到避孕药 他说他不吃避孕药的话 月经就不会来啊 对我就说 这样子你不能一直帮他拿药 22岁那么年轻吃避孕药的话 吃太久我觉得也不是很好 下次你就请他过来 就下次他就来了 一个153公分的妹妹 就他80几公斤 太胖 然后一来我就说 哦好妹妹 那你就是一定是惊奇不顺嘛 那我就问他说 因为我们看病的时候 到问一些病史 问他说 比如说有没有过敏史啊 然后什么工作史 就他就说他在饮料店工作 他喜欢喝奶茶 每天去上班的时候 就自己摇一杯非常好喝 又甜啊 然后冰块又多啊 然后又奶酱又放的特别多 那喝喝喝喝喝 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体重就变成这样80几公斤 我说那还有什么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奶酱奶茶里面 奶酱那就是反式脂肪酸嘛 然后又加了甜 那这样子的话 你这样一加起来 当然你就会多 那当然抽血 我还知道把他检查 他其实有点符合 像是多脑性卵巢的样子 所以他其实月经就不会太准 那加上说他的脂肪又比较多 那我们皮下脂肪多的话 其实他会分泌一些荷尔蒙 那以雄性素为主 那这样子的话 你当然排卵就会受到阻碍 那你阻碍的话 你的排卵不准 但经期也就不准 我刚才说 其实你不用一直吃排卵药 你首要之物都是先戒掉喝奶茶 然后再让你的皮下脂肪慢慢慢慢的减少之后 搞不好你其实不用吃 让你的经期就会慢慢的准 所以其实饮食 对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 荷尔蒙的分泌啊 或者说排卵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大家都要注意 可是这个新美医师是很推荐 刚刚阿方老师 分享用的葱姜蒜辣椒 这个热炒四宝 对 事实上现代人多吃辛香料 其实对于养生是蛮好的 对其实很多人在炒菜的时候 都是重视他的油要多 或者是这样口感会比较好 或者是盐巴加的多 其实你可以避开这两个东西 利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葱姜蒜 还有辣椒这些东西 其实就可以提升我们的风味 那你说这东西有什么好处 我印象有一个病人的状态 蛮特别的跟大家分享 他是个七十多岁的阿姨 那这个阿姨他其实双脚 都有那个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 那因为到有一次之后 真的太严重了 医生就跟他判断 这只脚可能关节真的不能用 你必须要去做人工关节 他本来以为做完就没事了 结果没有想到 做完之后事情才开始 他变成吃东西非常敏感 他只要吃炸的 吃油很多的 他其实基本上那个痛的感觉 就会变非常的明显 那直到最后 他几乎只能吃完全清蒸的东西 那他来他其实觉得很困扰他 因为他已经觉得 自己的脚架很可怜的 他还要一直吃清蒸的东西 让他觉得他人生都已经没有滋味 有点忧郁 我就跟他说 那你可以吃一些辛辣的东西吗 他说那个可以吃吗 他以为那个东西上火 当时我就给他点菜 我点说因为他喜欢吃辣椒 我就给他点说你每道菜 不妨加一点点辣椒 他一直似懂非懂 想说怎么可能会有差 后来下次回来 他其实蛮开心的 当然一部分是 他这个伤口愈合 已经好到比较好一点了 再来就是他发现 他每次吃完饭之后 他好像对于这个疼痛的感觉 好像也没有那么痛 其实大家可能对辣椒的印象都会留在辣椒 如果你吃深的辣椒 它里头有丰富的维他命C 可是其实有些研究发现 我们在疼痛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分泌一种物质 P P就是英文字的P 这种东西会增加我们疼痛的感觉 而辣椒里头的辣椒素 它可以抑制这种感觉 所以在有一些人 有一些长期慢性的关节痛的时候 你不妨多吃一点辣椒 或者是姜这一类的东西 它其实都有点降发炎 跟降这个我们说过度疼痛的感受的问题 但是吃辣椒吃太多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不好 之前有一段时间 日本有一些艺人 他们流行就是吃辣减肥 因为他们发现吃完辣之后 全身都会冒汗 好像形成代谢上升 他觉得对减肥有加分的作用 所以当然明星怎么做 很多女生就跟着怎么做 这个女生真的很天兵 这女生他觉得说 既然吃辣会减肥 那他吃少再加吃辣保证瘦 他一天只吃一餐 这一餐一定是麻辣锅 或者是外带的麻辣汤 大家其他餐都不吃 那他就觉得很好 因为他可以在这一餐 享受到他最爱吃的东西 可是他这个饿的感觉 就可以度过 也不会觉得这个减重这么痛苦 只要有一天送到急诊室 因为剧痛 肚子剧痛 可想而知胃经营做进去 整个胃里头好多个破洞 十几个破洞 后来疑问之下才知道 因为这个女生 他除了很爱吃辣以外 因为他长期有筋痛跟头痛的问题 他自己有在服用一些 日本常常会买回来 当伴手里的这种 很有名的止痛药 那其实这种止痛药 它本身就会造成 胃黏膜的分泌 保护层会下降 同时辣椒在这个时候 如果大量的刺激 它就容易造成胃溃疡的发生 所以这个四宝里头的辣椒 它其实是个很好 它甚至可以保护胃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有些前提 比如说本身已经胃溃疡了 已经胃食药腻瘤 已经胃炎了 或者你在用一些 会伤害胃的东西 辣椒就一定要少 否则你可能胃病 就会马上找上门 这时候你就可能会造成 我们说 去快早点 大吃大喝 那回家之后真的洗个澡 放松就倒口就睡 结果没想到到半夜 他开始觉得 身体全屈 然后有点在冒冷 真的看起来像心肌梗塞一样 刘医师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大火快炒 或者是传统的热炒店 可能过油的话 实际上都要小心 这个特别是烹调肉类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致癌物质 像我们讲这个里面的 这东西在我们在家的过程当中 我们肉类或糖分 因为他经过这个大火 结果催化 变成一些自然物质 不过我要讲个特别案例 就是那个爸爸是高雄 非常周五名 中泡塞 那他儿子从小跟他在旁边 之后 他儿子后来自己要去创业 他儿子就在高雄某个地方 开了快炒店 生意非常好 但他三年之后 他的体重从六十五公斤胖到快九十公斤 重点是怎么样 要应酬 他说他也说 因为他很喜欢跟他客人高官 出去要吃要喝 他一起来 出去要煮菜 他三年之后胖子不胖 但是问题来了 他因为他这个长期 这个体重增加 胃不好 后来有一次 他是胃吃到中间 喝到酒 跟客人喝完喝到酒 就吐 送到院去 后来他们那个产业 可以去给他做那件事情 他说哦 你的食道家上 有叫巴雷特斯的溃疡 帮他顺便做过切变 哇食道癌 就零化食道癌 后来这个中泡塞 这个爸爸就非常生气 后来 那当然他们的手术 手术完之后 后来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 他说他的儿子 就是说他也喜欢交际 但他自己当然做的菜 他一定口味要重 要生意不会好 但重点是他又喝酒 他脸味红 后来我们爸做基因诊 他结酒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可能又因为 快炒热 或者一些不好的物质 加上酒精 这些乙醛的代谢出问题 也去造成吃到癌 那接下龙哥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热炒名菜 今天要做这一个 制祭中卷 中卷要好吃一定要酥炸 但是在家里 我尽量希望大家不要再酥炸过 但是用那些小技巧 第一个就是他会去裹个粉 那这边粉比较特别 里面有一个就是面包粉 跟面粉两个和在一起 面粉是什么精心 中筋低筋都可以 传统的话 他是用三温暖的方式 先沾那个面粉淡汁 然后再沾这个面包粉 但是在家里这样做太麻烦 我教大家把它混在一起 就是面包粉大概是2 然后那个面粉1 2比1的比例下去 和在一起 那再来这个中卷 你必须要有一些调味 就是盐巴米酒是必要的 那再来 对那再来就是来 要这个蛋液进去 大概半颗的蛋 这个蛋液是蛋白蛋黄 所以盐巴米酒 米酒也是稍微去腥 然后盐巴有点咸度 然后蛋会有蛋香 对对 而且他才裹得上挂得上 那一个面包粉面 对没错 对关键讲得很好 因为这样下去到 我们可以用少量的油下去 做一个半煎炸的动作 你就不用用太多的油 难怪我们外面吃到的中卷 都特别的酥香 哇那个是要用很多油去炸 很可怕 而且你有那个蛋你有那个香 你也比较容易上色 对对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用这个方式 那因为有一定要有面粉 那外面是用面糊下去 因为他必须用高温的油去炸 对所以用面糊 那我就用手把他抓均匀就可以了 对那这里我需要一点油 那传统的话 这些中卷炸的话 油至少你会用半桶的油 但是我这边今天用 大概差不多两汤匙就够了 对两大匙的油就够了 而且人类喜欢油炸物 不是只有台湾的咸酥 你看那个美式餐厅 Netflix视频 那类全部全部都油炸 他们的前菜都会有炸薯条炸中卷 然后炸一些炸物 然后一样的逻辑 这个炸物跟蜜露好像也是天生百搭 是不是 那种餐厅也是在卖啤酒 所以你看美国人吃热炒店 跟台客那个热炒都是同一个逻辑 好 這樣把它放進來了 我們用煎的 對 半煎煮這樣子 可是那個麵包粉跟蛋 就會讓它焦香 對 好 那我們這邊再補一點油 那你放進去底部的時候 這個周圍再稍微 補一點油 補一點油給它就好了 那在炸物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有一點 搭配大量的蔬菜 所以一樣就是這裡 另外一個鍋子 我就炒一些蔬菜在裡面 那最基本的第一個東西就是 蒜頭一定要先下去 真的 而且是你會發現 這類的東西就是要大量的蒜 對 蒜頭的香氣 可以把這個食材的味道 整個給它帶出來 然後再來我會這邊放一點 像這個就是新鮮的香菇 把它切小丁 對 那我介紹這裡有兩樣東西 一個是玉米筍 一個是這個 四季豆 這個東西傳統也是一起炸 叫什麼四季肥腸 四季大腸 那像我們在家裡的話 我建議大家不要帶下去炒 那這個動作很重要 就是這兩樣東西 一定要先用熱水 下去燙過一次 好 熱水穿燙過 對 然後再切丁是不是 對 這兩樣都有 好 這樣子第一個 它比較容易熟 第二個在炒的時候才不會變黑 對 這很重要 而且速度會比較快 是的 沒錯 有道理 對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我發現你現在這個也都是 鹹酥雞灘的熱門食材 對 鹹酥雞灘的這個做法 熱門食材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這個一點辣椒 辣椒是往後面再放 好香喔 對 那現在再回來這邊 這邊你看這個顏色就很漂亮 很漂亮 對 就有那個炸的感覺 但是卻不會很油膩 而且那個蛋真的才會讓你的麵衣變成有一點點金黃色 對 是的 好 好 那再來呢 教大家來炒這個豆酥 這個豆酥也是要用很多的油去炒 對 但是重點來我們今天油必要很多 那豆酥有分兩種 一個是有鹹度 一個是沒鹹度的 我建議大家去買那個沒有加鹽的豆酥 然後自己調 會比較好 這個是雜貨店或傳統市場都買得到 都買得到 沒有加鹽 是沒有加鹽的 那外面有一種像豆酥玄 那個是要加鹽 那個已經有調好了 味道就很鹹 我相信有吃過應該都覺得味道很重 那這個也是豆酥雪魚的豆酥 只是這個沒有加鹽巴 對 這沒有加 你要跟他講清楚 那我們就現在來給他加大概一小湯匙的鹽巴在裡面 所以豆酥雪魚的豆酥也是這樣額外炒 然後蒸好雪魚再放下去調味 再淋上去 對 對 然後再給他一小湯匙的糖 這兩個東西給他稍微做一個拌攪 因為他外面已經有加好鹽的話 你沒辦法控制那個鹹度 對 好 炒豆酥也是要一點油 一點油 炒到香 炒到香就可以了 對 那豆酥的話 因為你看我這邊中捲已經差不多 豆酥是什麼食材啊 是豆嗎 它是用豆子去做的一個 豆渣 豆渣 豆酥其實是豆渣 對啊 豆粒的渣渣 對 你看慢慢就有豆酥的香氣就出來了 對 有有有 現在有豆酥香 而且會有點脆脆的那種口感 對 感覺你剛剛的蒜末豆酥 來炒什麼避風糖 什麼都好吃 對 傳說的避風糖就是要用這個 然後加點蒜酥下去炒 這兩個這時候給他拌均勻 你看一下 我覺得你在拆解避風糖炒蟹豬 四季中捲 對 真的節目上就是盡量鼓勵大家 盡量不要吃太油膩 所以要把這個做法做一個改變 那蔬菜這邊其實那個香氣都出來了 對 然後就幫剛剛這個豆酥 還有這個中捲的部分 來 放下去 全部拌在一起 拌在一起 對 那蔬菜是比較沒有調味的 蔬菜不要再調味了 對 可是那個豆酥就替代鹽巴了 是的 它又香又替代鹽巴 而且這樣做起來 保證底部都不會有油 這厲害 不會有油在下面 而且是很清爽的 對 可是現在是超香的 對 味道就很香了 好 那這樣子最後再加些許的這個香菜 很漂亮 稍微把它拌勻這樣就可以了 一百分 這一盤會熱賣 這一盤會熱賣 對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每次對這一類的菜 我的想法只有兩個字 鹹和乾 對 真的 對 可是沒想到就是 今天羅師傅這一套料理 真的讓我大開眼界 不僅是食材 它其實用蒸煮的方式去取代我們的油炸 更加入很多的那個蔬菜 而且這些蔬菜其實不乾 對 吃起來就讓我 就是大大的大大的對這一道料理 其實麵頭大概轉了 對 我以後大概不會去點其他人做的那個食材料 不過急診室其實這邊要提醒大家 我們快炒店 好吃的快炒店一定非常多 因為快炒店不只是要吃好吃還要吃氣氛 所以其實在那樣子的環境下 常常會發生一些意外 那常常來急診室最常見的就是燙傷 因為每一道料理其實不是又燙就是又熱 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個中年的男子 他其實還不是自己燙上 他喝了一點點酒之後 其實他的意思已經不是那麼的清楚了 那滿滿的整桌都是料理 人家來上菜的時候要挪一下位子 他很好心的去挪前面的那一道就是清蒸鱸魚 那其實下面的酒精湯還在燒 所以他其實也沒意識到其實那個鐵盤是非常燙的 那他去幫忙挪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怎麼燙的 他應該是拿了之後 可能一熱他就放了 那旁邊的太太正好要去夾菜還是什麼 因為他這個料理就波箭在他太太的手臂上 所以除了手掌以外 他其實前袖口也是被這個熱糖給燙到 那可祥子是非常的燙 那當下其實熱炒店也幫他趕快做一些處理 就是趕快幫他沖冷水 可是他的外套其實也沾了這些料理 而且就很油 所以整個都貼在皮膚上 他先生一急就把他外套給扯下來 就皮 對錢臂的那個皮也也跟著下來 所以其實送來急診的時候 其實看到那個狀況 除了燙傷以外還有殘不忍毒的傷口 沒錯 那所以這邊其實要叮叮大家 我們當時說是從頭泡蓋送 沒錯 可是第一個步驟我們用冷水去把它降溫 這是一定對的 然後至少是30分鐘 因為你可以減緩他對組織的破壞 對 那除此之外 我們要脫去遺物有一個目的是因為 那個遺物也許被這個高熱的東西弄到之後 他會保存那個溫度 所以其實你還可能會一直在處於燙傷的狀態中 對 你當然是要去除去這個遺物 可是當你發現這個遺物不太容易 在你的現場環境除掉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隔著這個遺物幫他降溫就可以了 你不用勉強的去把這些 你不要硬撕這樣 硬撕反而撕成皮 沒錯 那可是正常如果是遺物黏住了 你一直降溫一直降溫 降到一定程度 有可能比較容易去除遺物 而且他對組織的傷害可能比較低 沒錯 其實降溫才是關鍵 你的蔥的邏輯通通都是為了降溫 對沒錯沒錯 而且那個溫度可能都要降很久 因為很多那個 溫度的傷害 他是已經到比較深層的組織了 是的 所以為什麼要冷水一直沖 是一直要讓他到深層的組織的溫度 也可以壓低 對沒錯 不然那個外表的熱 其實還是一直往你的組織下面穿透 那問一下黃醫師 剛剛講很多女生的這個婦科的健康 跟子宮的健康 其實也跟飲食息息相關 沒錯 就是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像食物的溫度跟他的來源 跟成分的話 都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身體的狀況 那其實就是之前有遇到一個病人 他是新住民 然後來的時候 就跟我說 他有個很大的肌肉 他要開到 那我的確看他的那個超音波 是覺得說他子宮上面的確有長了一顆東西 但是他子宮就是有點扭曲 那問了一下說 喔他其實之前十幾年前在他們國家有開過 剖腹產是開直的 對這也是蠻蠻少見 因為在臺灣現在都是他還橫得很低啊 然後他肚子上就是一條很大的蜈蚣這樣子 要開了兩次 然後我就想說 嗯好吧 既然他就是驚痛也很厲害 然後又覺得說這個肌肉覺得很困擾的話 好那我們就去幫他開刀 但是在開刀之前有做一些檢查 他有個腫瘤指數 又稍微高一點點 大概是一般正常的兩倍左右 那我就跟他說 喔好那必須要把東西拿下來 才能知道他是良性還是惡性 結果一開刀進去 哇其實有點傻眼 我們正常的子宮的話 他其實應該是跟腹臂啊 跟其他那個器官都是分開的 但是他可能之前開刀的那個術士 就是比較傳統一點點 所以他整個子宮都被黏到他的腹臂上面 然後而且黏就算了 他還整個扭曲 我們正常的子宮的話 大概就是平平的這樣子嘛 那他的那個子宮已經扭曲成90度 然後所以他有一大坨的沾黏阻子 我們看到那以為是肌瘤的東西 其實是他那個沾黏的阻子 整個就腫在那裡 那所以說其實也沒有什麼東西好拿 但他會驚痛啊 所以我們就把他的子宮肌肉 其實挖一小塊下來做檢查 他其實患了肌線症 那肌瘤跟肌線症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肌瘤的話 他其實是子宮肌肉的增生 過度增生 那肌線症的話 其實是子宮內膜的腺體 他跑到肌肉裡面 所以他每次躍進來的時候 腺體會有點出血 所以造成他每次很嚴重的驚痛 是這樣子的原因 那再更比較通俗一點講法 就是說肌瘤的話 其實在肌肉裡面會有一個像是 稀飯裡面有一顆貢丸一樣 他有一個明確的界線 所以我們要去開刀的時候 很明確把那個拿下來就好 但肌線症麻煩就在於說 他像是稀飯裡面放肉鬆一樣 散掉 它拌在一起 拿不掉 所以他的肌痛啊 會那麼的嚴重 然後開刀其實 對他效果其實沒有太好 那就是因為他是肌線症的關係 所以給大家一個肌瘤 肌瘤跟肌線症不同的觀念 也喜歡喝那個涼飲 然後因為他們國家很熱嘛 他就說他不喝涼的過不下去 所以他又導致這樣子 驚痛就更厲害 所以傳統的中醫老師說 女孩子喝太多冰涼的飲料 可能會影響到健康 是有長期數千年的人體實驗的 對 老祖宗的智慧這樣過 那問一下新美醫師 剛剛我們的阿芳朗老師跟龍師傅 都沒有油炸 那確實熱炒店有的時候很香很快 真的是靠油炸炸出來 那油炸物這個吸收的油脂 對人體多了 實際上也是有傷害 其實我相信大家 如果假設小朋友在吃油炸物 通常爸爸媽媽都會說 盡量少吃對身體有傷害 但你說到底對身體有什麼傷害 有時候那個爸爸媽媽 突然會辭窮也說不出來 那我現在講一個是 這個是真的有一個原因在的 這其實是我的朋友 朋友就是一個鄰居 那這個鄰居他的 他跟太太跟先生兩個人 其實感情很好 那也常常會出去運動 生活作息其實理論上 都算是100分的家庭 也很注重健康 某一天就聽到 這個一個比較不好的消息 是太太患得了卵超癌 那那時候其實他 其實就在這個小社區裡頭 大家就開始會去討論 哇怎麼會突然得到這個 因為大家會很恐慌嘛 是什麼原因造成 他得到了一個癌症的病變 後來討論的最後 他跟他先生其實幾乎都差不多 生活作息差不多 只有一個不一樣 太太很喜歡吃小零食 他喜歡吃兩種零食 一種是那種脆脆的 像泡麵的那種餅乾 就是他可以剝下來吃 也可以真的去泡的餅乾 第二種就是洋芋片 他非常喜歡吃這兩種東西 那他們就來問我說 這兩種東西 或者是說吃油炸的東西 他為什麼 有可能真的會造成癌症嗎 我不會說這個東西 直接會造成癌症 但確實有一個說法 跟一個發現 我們在高溫油炸一些東西 馬鈴薯 洋芋片 甚至是我們直接油炸物 我們上面他的一些氨基酸 他會產生病變 其實剛剛劉醫師一開始有提到 一個叫秉契錫胺的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在我們一個 國際的癌症嚴重中心 他已經被確認為是2A級的 致癌物質 什麼叫2A級 就是對人體可能有致癌效應的物質 所以真的是有研究 大型研究去將這樣子的一個濃度 抽出來 看每一個程度的比較 說真的沒有說百分之百 你這個濃度高一定會理癌 沒有 但是確實有幾篇零星的文章有發現 他對於各種癌症 包括是卵巢癌 膀胱癌等等幾種癌症 他有一些明顯的 有關聯性的可能性 那所以其實會特別去希望大家 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在我們很多的高溫 其實都會跑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身體吃的量不多 你吃一點點的時候 他自己身體是有機會把它代謝掉的 可是如果假設你是大量攝取 比如說你每一餐都吃炸的東西 你每一餐都是這個薯條餅乾 這些東西 他確實就會讓他的累積量過多 以至於不能排除 這時候你就可能會造成 我們說擔心致癌的風險 所以到回來我們後來 我們就討論的結果 就是說其實你偶爾吃一些餅乾 你偶爾吃油渣 其實我覺得OK 但是如果你天天都吃這個 甚至你覺得那是你的主食 那這個就絕對是一個很危險 很危險的事情 或者你偶爾吃一點點這個 但是你要吃比較大量的蔬菜水果 比較富含這個膳食纖維跟天然的食材 那劉醫師偏偏現代人 特別是很多外食跟熱炒店 要補足到一定的膳食纖維 讓自己的腸胃跟自己的營養素能夠完整 其實常常是不容易做到 其實很難欸 其實我們有時候真的偶爾去快炒店 你看到會去快炒店 點餐的人 點的蔬菜量都不會太多 我一個自己親戚 他們是在菜市場上班工作 那因為他們旁邊是快炒店 所以他們有時候就是快炒店 點東西當便當吃 那他真的蔬菜吃得非常少 那有一次他就是在有一天晚上睡覺睡覺 肚子痛痛了之後 這個實在是去排便也排不出來 然後解了一點點又還是很痛 然後有點發燒 那趕快送到急診室去 急診室後來就會診這個腸胃科做了大腸鏡 發現他裡面有大腸氣勢症 而且腸道氣勢是發炎的 所謂大腸氣勢症 就是在我們的腸道 本來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管腔 可是你的大腸的黏膜來講 他黏膜往外凸起來 那所以你裡面 腸道裡面的這個糞便 就會往這個凸起來 這個叫氣勢塞住了 引起了發炎 那當然他是很多個氣勢 所以腸胃科醫師給他看 哇 你是氣勢 而且發炎很嚴重 那他就給他打抗酸素 住院大概住了快一個禮拜才出院 那本來是講說 如果說這個氣勢症 如果打發炎 你這個用抗酸素治療沒有效的話 那可能就要開刀嘛 他預計還不錯 後來就消腫了 他就回去 但那後來經過半年之後 我剛才那親戚問我說 怎麼會發生這東西 我說你可能 當然因為他腸氣便秘 他水喝得很少 他也很少吃蔬菜 所以排便又不健康 那用力的情況之下 大腸黏膜弱的地方 就往外凸起 這叫氣勢症 那後來這個其實我告訴你 就要多吃蔬菜 那他改變身為習慣 多喝水之後 他的半年再去追蹤那個大腸劑 氣勢還在 但是縮小了 醫生跟他講說 也是有氣勢 但不要緊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我今天強調就是說 我們常常喜歡吃這些快草店的朋友 往往忘了蔬菜 蔬菜還是很重要 這個我想這個蔬菜吃多了 可以緩解你可能因為快草店 吃進來一些毒素 或太多油或肉 累積造成生理負擔很重要 而且衛醫師也要提醒觀眾朋友 這一類的熱炒 因為特別香特別好吃 所以吃起來特別開心 特別放鬆 很多人就是常常把這個當下韭菜 邊吃邊喝酒 那飲酒過量 其實腸胃負擔大 那身體的代價也特別高 其實食材本身無罪 其實就是他的烹調方式 還有我們吃的量 以及我們生活習慣 其實都會造成我們的腸道的健康出問題 尤其是吃這類快草 真的特別放鬆 回家倒頭就睡 那其實這樣子的習慣是非常不好的 我遇過一個上班族 他其實最近一個大案子結束之後 跟同事們去快草店 大吃大喝 那回家之後真的洗個草 放鬆之後倒頭就睡 結果沒想到到半夜 他開始覺得胸口悶痛不舒服 然後他形容其實就很典型的那種會修心 就是著熱感 胃食道逆流的症狀 那其實我們在急診室 常常看到很多人生病 可是病都不是生在我們身上 我們不知道病人多痛苦 但是看過他我才知道 原來會修心也可以這麼痛苦 他是已經不舒服到身體全區 然後有點在冒冷汗 真的看起來像心肌梗塞一樣 就全身扭曲 對他就是真的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一直冒冷汗 痛到這個程度 對那他在家裡 還因為覺得肚子很脹 自己吹吐 所以他來到精神室 還一直吐一直吐 而且是沒有辦法停止的那種吐 後來幫他做一些藥物緩解 他到最後是吐到吐血 後來未進檢才才發現 他其實因為一直吐造成的腸胃 到裡面壓力大 讓食道黏膜破損受傷出血 對所以其實這邊要呼籲大家 我們吃東西 其實不管你是宵夜 或者是晚餐也好 你只好吃東西 需要有二到三個小時 讓你的腸胃 去做一些消化休息 而且千萬不要倒頭就睡 尤其是我們開潮店 又游又閒 你又會配點酒 其實這些都是為食道力流的危險因子 對而且台北市那個熱炒那一條街 都還二十四小時營業 然後越晚生意越好 沒錯 然後很多上班族 或者很多夜貓子 都跟親朋好友的聚會 晚上吃到三更半夜 那可能回家一睡 就會發生這個魏醫師剛剛講的案例 那節目最後 劉醫師也給觀眾朋友一個健康小叮嚀 食物烹調方法非常重要 清蒸水煮或涼拌是最OK 那或是烤的把外面澆的東西去掉 這是也OK 可是我們在一般外面快炒店 碰到的就是油非常多 鹽也下的非常重 以至於吃完之後 那一瞬間非常舒服 回去之後呢 你會覺得口乾舌燥 昏昏沉沉 建議大家 偶爾在快炒店享有美食的時候呢 多喝水 然後多吃點蔬菜 這樣呢可以降低 因為快炒帶來油鹽糖的身體的負擔 好 謝謝劉醫師丁玲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熱炒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你們大媽去台 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 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